1634集 说到这里 胡秦峰猛的一顿 脸色刹那间便晦暗无比 声音也变得越发低沉 他缓缓说道 以至于 这两家人家里供奉的梭兰神像内 已经被虫子给全部倒食干净 只剩下了薄薄的空壳 正如死去后 只剩下骨头和一层皮肉的小男孩和小女孩啊 他这话话音一落 屋内的众人皆都是感觉不寒而栗 起初他们都以为胡秦峰把这件事情 往那个梭兰神上扯 是牵强附会 但是此时 他们自己不由把两者牵连在一起 不得不说 胡秦峰的这番话 着实让人感觉到有些邪门 那后来呢 怎么处理的 后来啊 他们村里的人就吓坏了 各种烧香祷告 并且在村头为梭兰神修筑了杜金的铜像 从那以后 整个村子里便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怪病 胡秦峰沉声说道 众人闻声一时间面面相去 不知该说什么 胡大哥 你讲的这个故事跟人体玫瑰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林宇此时忍不住开口问 虽然这件事情听起来十分怪异 但是似乎跟他说的人体玫瑰没有什么太大联系 这个小男孩和女孩的病确实奇怪 但是病争却并不符合人体玫瑰的描述 听到林宇这话 众人也是身以为然 齐齐抬头望向胡秦峰 心里有一些疑惑 本来是说人体玫瑰这种病的 怎么聊着聊着扯到了梭兰神的诅咒上了 虽然这个事件听起来非常的诡异 但是两者之间根本没有任何联系啊 哦 刚才我忘记说了 胡秦峰神色一正 他意识到了自己并没有把关键的信息点说出来 他急忙补充 当时我那个朋友曾经用显微镜观察过 那个小男孩的肺部组织样本 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在显微镜下 这部分肺部组织竟然可以看到一些 呈现出花状的艳红色细胞组织 宛如一朵朵盛开的玫瑰 当时我的朋友就是这么形容的 因为我对这个病例印象深刻 所以对他这几句话记得非常清楚 家荣刚才提到人体玫瑰的时候 我突然间就想到了这件事 所以反应才会过分强烈 听到他说这话 众人皆都是不由面色一变 如此说来的话 那林语所说的人体玫瑰极有可能就是胡秦峰所讲述的这种怪病了 就连林语也同样神色一临 宛如黑暗之中航行的船只突然看到了光亮一般 一时间激动不已 胡秦峰所讲述的这一点 简直就是和人体玫瑰这个名字完美地解释 林语的神色陡然肃穆起来 身子也立马站直 鸡声说道 胡大哥 那你这个做医的朋友还能联系上吗 胡秦峰微微一愣接着点点头 能啊 那快给他打个电话 问问他当时小男孩的病历还有没有保存 如果还有当时拍着CT的片子那就更好了 林语的声音急切地问道 现在时间紧迫 阿卜勒和他的女儿明天就要到了 他根本没有时间亲自去胡秦峰所说的那个小县城 找到那个医生仔细地询问 所以他只能让胡秦峰联系联系 看能不能让那个医生 把当时小男孩的病历发过来 纵然阿卜勒的女儿不是这种病症也不要紧 就当是了解了解这种怪病吧 反正他现在也有力没处使 总比无头苍蝇乱找乱问要好吧 哦 好好 我这就联系 胡秦峰看出了林语神情的急切 他不敢有丝毫地耽搁 立马掏出手机联系起来 林语眉头紧促 神色间微微有一些紧张 因为他担心这个医生手头的病例早就已经不在了 毕竟听刚才胡秦峰话里的意思 似乎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了 如果是大医院的话 这种病例多半是会保存的 但是这种偏远的小医院就很难说了 好好好嘞 知道了 不知道电话那头人说了些什么 胡秦峰连连点头 胡大哥 情况怎么样 林语神色一紧迫不及待地问 他还存有当初的病例 一会儿就给我们发过来了 胡秦峰点点头补充道 不过可能要等一会儿 因为他说他办公室好像还保存有当时那个小孩子拍下的CT片子 他连CT的片子都有 太好了 太好了 林语仔细一想 发现也正常 像这种奇怪的病例 任何一个医生经历过都会终身难忘 保存下来当时患者的病例和片子也是极为正常的 他们等了大概没多长时间 胡秦峰的电话嗡嗡震动起来 胡秦峰见病例已经发过来 急忙将手机递给了林语 林语接过手机之后 同为医者的江炎和叶青梅也急忙凑了过来 好奇地向林语手里的手机看 他们对这种怪病也是极为感兴趣 林语看着手机上一页一页的病例和一张张的CT片子 以及那小男孩的照片 神色越发地肃穆了 这些资料所呈现出来的信息 跟胡秦峰刚才所讲述的是一模一样 甚至眼前的照片和资料所带来的震撼 比胡秦峰方才讲述的还要强烈个千百倍 尤其是最后那几张小男孩躺在病床上 奄奄一息的照片 直接让江炎和叶青梅内心受到了一种非常清晰的撕裂般的疼痛 先生 这种病您也是第一次见吗 李震生看到手机上小男孩宾死前的照片 也不由倒吸口凉气 这哪里还是人呢 这简直是一个枯木雕琢的木偶 浑身上下透出了一股恐怖的死亡气息 让人头皮发麻 剑都谈不上 只能称是第一次听说 林宇轻轻地点点头 面色凝重 不过看症状确实是像病菌感染 但是当时竟然没有检查出来任何病菌 这就奇怪了 说着他再次抬起头问胡秦峰 侯大哥 当时医院做细胞基因测序的时候 只做过一次吗 他怀疑是不是小医院的设备不够精准 所以才导致检测结果出了问题 这个我朋友那边好像只做过一次 胡秦峰拧着眉头想想 不过借着他神色一变急忙冲他说道 不过他那个导师好像把样本寄回去 托研究所的人检验过 查出来的结果跟第一次一模一样 也是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 林宇刚要亮起的眼睛再次刹那间暗淡下来 他拧着眉头喃喃说 不可能啊 这分明就是细菌感染的病症啊 身为青海医科大优秀毕业生 他这西医知识是十分扎实的 十分确定眼前这种病症 就是细菌感染的症状 家荣啊 要我说这个病你直接推了吧 你不能治 胡秦峰急声冲林雨说道 虽然我不知道你那个病人来自哪里 是否信奉缩兰神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种病实在是太邪门太邪门了 哪怕是你可能也医治不好 本集结束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